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隐身在台北的街弄里 林立哲哥是各样的老房子 而每间老房子却有着不同的命运 位于青田街八项十号的和和青田 兴建于1930年代 原屋主是台湾第一本地理教科书的总编辑三维梁四郎 历经几个房客后 接手经营的百福长仓 在2014年透过文化局实施的老房子文化运动接触到这块土地 馆长张芳婷笑着谈道 不是他们在找房子 而是房子在找他们 在整修的过程当中 他们就已经知道 这间房子不单单只是一个空壳 应该有着更多的人文记忆 除了和和青田位于中正区林仪街巷的文房 为1930年代日本文官的宿舍 也因为老房子文化运动而注入新生命 成为了一间公益图书馆 然而政府将老房子租出给民间团队是否真能保存老房子的价值 曾担任北市委托的督导委员下雪李认为 要以文化性作为重点 否则活化的结果对于文化的增长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老房子活化的延展性需要再开发 政府当位应该要更审视业者的投标计划 提出饮食之外的新思维 否则可能失去留下老房子的意义 艺术展览不一定只有固定的形式 日前一项集结了艺术家、医生、学者 共同参与的合力组装米克斯计划 透过跨领域的知识碰撞促成更多对话 也让观众有更多的思考空间 台北当代艺术馆推出合力组装米克斯计划 结合艺术家、医生、研究学者等十组跨知识领域 艺术计划合力组装 米克斯这个意思它其实就有一种 不管是文化混杂 或者是它是一个混血的状态 它来自于各式各样的计划 或是这样子的概念 来构造这个合力组装米克斯 米克斯计划中 以陈伯文的职业最为特殊 身为医师的他 同时也身兼当代艺术作品收藏家的身份 为了呼应他的职业 展间特别打造一间诊疗室进行议诊 邀请观众一边聆听医师建议 一边欣赏当代艺术的收藏事业 在这个诊间里面 它就像是一个诊疗室 我们在办这个议诊的活动的时候 你可以跟医生聊这些 它展示出来的作品 或者是你对于这个社会有怎样的烦恼 甚至到最基本的身体的疾病 音乐盒 诊疗室 南岛部落 野外探险 资料复印室等 共生台湾多元文化的样貌 让观众在熟悉的土地上 重新认识陌生的历史 合力组装米克斯 更是将展览场域 以教室的空间想象为概念 作为与社会开启互动对话的 学习领域 共鸣出不同层面的价值与意义